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项的添加剂 怎么会说是蠢天然 虽然强调 乳化剂是本身原料就有 因为标示不清 福一轩还是被罚4万元 目前通路已经把132间分店 4千多包的产品全面下架 更换新包装 消费者担心的山梨醇是合法的食物添加剂 但是除了当乳化剂也能当甜味剂 婴儿食品绝对不能添加 卫生单位强调 食品添加物有合法的使用范围 除了山梨醇另外色素防腐剂等使用过多 对儿童的发育和身体都有一定程度影响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之前看清楚标示 胜选才能够自保 三天新闻这火熊醇融加一报道